同樣在這個木蘭圍廠 木蘭圍廠是清朝保持它的 一方面接受所謂文化 一方面保持它的騎士傳統 這個過程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實驗場 那木蘭圍廠上面 這個烏蘭 其實在這個 清史當中的烏蘭故通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原因還要改成烏蘭故通 我覺得也怪我們 清史當中的烏蘭故通 烏蘭故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1790年的 烏蘭故通之戰 這個烏蘭故通之戰 是清朝跟這個 有一個準凱爾的一次 一次早期的決戰 早期的決戰 那麼這個準凱爾在 我們如果是 對於這個現在 在歷史學界 非常流行的一個叫做 新清史 有所了解的話 是新清史的描述 是說 這是美國的 美國人 他重新詮釋中國歷史 說這個清朝 整個中國的 現在的900多萬平民公里 500萬平民公里 1000多萬平民公里 其中只有300多萬人 300多萬平方公里是漢人 其他都是侵略而來 他都是認為中國是侵略者 那可是我們看了烏蘭故通 是這樣之後 就會了解說 那是一個離北京 那麼近的地方 那麼準個二打到這裡 要幹嘛 是誰侵略誰呢 其實準個二所要的 不是侵略中國 而是要入中原 這跟他的另外一個競爭者 滿清一樣 需要入中原 所以我們看到的 那個是一個 在西方的所謂民族國家 和領域下面 所不能夠體會的一件事情 那實際上 這個清朝跟這個 準格爾之間的 這樣一個關係 就是全是天下正統 這樣一個關係 所以他們是一場戰爭 讓我們看到 同樣的是 這個所謂中國的行程 不是像一些人描述的 是在19120那天才行程 而是經過這個 長期的記者看到